謝謝啊 這裡都是我最敬愛的 這個長輩跟好朋友 你也在這啊 謝謝 這個 國春兄啊 這次應該是 第三次選立委了 第三次 然後這次一定要成功好不好 而且這次 侯友宜啊 抽到3號 我覺得這就是天意 我也希望我們這次真正要讓那個 可惡啊 萬惡的 民進黨下台 好不好 我在這裡有太多太多的回憶了 從還沒有改建之前 我還記得我跟韓國瑜 我們每一次在立法院 每一個月都要開一次會議 以改建的眷村開會 未改建的眷村 尤其是建華營區 我們也要開會 我還記得我的父親 以前帶著我才二十幾歲 就開始在每一個眷村到處去跑 就想到我們自己的生活能不能好一點 眷村能不能改建起來 我跟各位報告 我跟韓國瑜都努力 全台灣這麼多縣市 台北縣 當時的台北縣 現在的新北市 是最早全部改建完畢的 是最早 謝謝你 他還好是男生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 我一直都記得 韓國瑜上次在選舉的時候 那時候他真的瘦得皮包骨 我在他的身邊 常常他走路 要爬樓梯或者什麼地方 我就把他腰一提 我就提起來了 哈哈哈哈 你曉得他有多輕 但相對比較起來 你曉得我有多重 你有練福利挺身啊 對 我跟各位報告 我現在每一天 最少一百到兩百個福利挺身 然後啊 我現在開始是全台灣福選 我跟各位講 其實啊 眷村的小孩最可愛 當然我現在已經是變成 眷村的65歲的人啊 但是我們在眷村裡面 受的教育是什麼 就是啊 我們一定要為這個國家去拼命 對不對 對 還有一個 我們一定是堂堂正正的做人 對不對 對 乾乾淨淨的 對不對 還有一個 為了我們所有的好朋友 台灣所有的同胞 我們都希望幫他們拼出一個 安全安定的環境 是 更重要的是 我們兩岸都是我們的同胞 對不對 對 我們要相親相愛和平 對不對 對 我們不要戰爭 過去啊 都沒有 都不敢講這個話 可是我發覺到 我最近拼命在講 很多人都贊成耶 終於有人敢出來這樣去 罵民進黨 敢講說和平是對的 我們都是中國人 對不對 對 所以我告訴各位啊 民進黨這麼多年下來 大家看到的表面 貪污啦 違法亂計啦 這是表面的 其他的內心裡面是什麼 就是壞蛋嘛 就是一群壞蛋 就騙選票的壞蛋 這個壞到哪個程度啊 連禮義廉恥都不要啊 欸 他們的尤錫坤竟然還講說 那以前是軍王時代才要廉恥 民主的時代不要廉恥 我常常在想 不是啦 就是民進黨不要臉就對了啦 對不對 他不但胡說八道 而且他們教壞小孩 現在台灣的小朋友啊 很多時候都被他們騙了 大家常常講課剛改啦 所有內容都改啦 去中國話 我告訴各位 他去中國話裡面最可惡的一點 就是我們中國人那個傳統的美德沒有了 對不對 對 他要我們每一個人都沒有禮義廉恥 然後民進黨貪污就可以變成合法合理了 對不對 我再跟妳講 民進黨更可惡的地方 民進黨把那個司法檢調單位啊 全部都收編了 你看民進黨那麼多的弊案通通不查 所以我跟各位講 侯友宜講說 他如果當選總統 馬上要恢復特徵組 對不對 對 因為特徵組是要做什麼的你知道嗎 特徵組是要辦總統的 辦大官的 辦民進黨的民意代表的 對不對 對 你特徵組沒有了 他們就 安全了 沒有人可以抓我們了 對不對 那我告訴各位 特徵組第一個要先成立起來 第二個要做什麼 第二個就是說 民進黨所有的弊案 包括口罩 包括疫苗 還有蔡英文的博士論文 通通要把它拿出來查清楚好不好 我們把它列出來 我們那天分析了一下 可能有十個大案 十個中案 可是算小案有多少 我告訴各位 小案成百上千的 不得了 那通通要查 還給我們一個乾乾淨淨的政治 好不好 好 各位啊 這次選舉真的不一樣 這一次 國民黨真的 受到台灣人民的支持 受到台灣人民的支持 當然有一些 有些人是受了民進黨 過去這麼多的時間 的污染 所以他有一些觀念不清楚 但是現在 當然也有拿他好處的 我就喜歡國存這一點 對壞人他從來不手軟 尤其他對蘇貞昌你知道嗎 蘇貞昌家裡失竊 那個錢 放在那個地方不曉得到哪裡 然後失竊了不敢講失竊 因為那個錢從哪裡來的不知道 就要警察包庇 說不可以講我家裡頭 對不對 他在縣長官邸被偷的 對不對 他們家被偷 謊報縣長官邸 對 對不對 對 所以我跟各位講 這個就是很糟糕 就騙人嘛 還有啊各位啊 你看哈 這個我在做縣長的時候 蘇貞昌交給我 這是不是國民黨了不起的地方 對不對 但是我還是要自誇一下啦 我就算升格了之後 我可以選直轄市的市長 但是馬總統希望讓我讓給朱綠倫 我讓了沒有 我什麼官位他給我我都沒要 什麼好處我都沒要 我跟他講了一件事 就是我當時我的大伯父 黃埔軍校十六期 周蘇凱先生 在我二十幾歲念書回來的時候 他告訴我一句話 他說 我們不可以有傲氣 但是我們不能沒有傲股 對不對 各位記得這句話吧 所以當時我就跟馬總統講 你要我讓可以 但是我不接受你給我任何官位 我不接受你給我總統府的任何職務 我也不接受你給我任何的酬庸 各位好朋友 你知道我離開縣長職務多久了嗎 十四年了 這十四年裡面我沒有接受過馬總統 給我任何的一個職務 任何的一個好處 這就是我們眷村的小孩 對不對 有功夫 哪像那個民進黨那麼不要臉的 一天哪有多在貪錢 對不對 一定要貪官貪錢 我告訴各位 我們國民黨的人 就是應該要乾乾淨淨 不要貪心 但是一定要有骨氣 什麼骨氣 我們中國人的骨氣 對不對 我為什麼喜歡林國春 除了他的品性好 還除了他的問政認真 我更欽佩他的一點 就是他要除惡除奸 那個決心跟勇氣 大家給他一個掌聲好不好 文明黨就是需要這樣的立法委員 我到處去講話 我都說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通通應該下台 然後他們就說 那個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為什麼要通通下台 我說告訴你講 包庇那個貪賬妄法的 那個民進黨 你們這些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每一個都在包庇 對 每一個都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 所以這些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通通讓他下台好不好 通通讓他下台 國民黨在立法委員 過敗好不好 我跟各位說 那天我在中和駐獎 朱立倫 我上台朱立倫已經站在那 我說你辛苦了 他說也謝謝你 為什麼 他說你這個人出來服選 什麼也不要 我說我以前就什麼都不要 不是到現在才什麼都不要 但是我跟他兩個人 在講話的時候 各位要曉得一件事啊 國民黨的人 從來沒有為自己的私心 尤其是我們這幾個人 沒有為自己的私心說 我要跟哪一個黨裡面的朋友 有情緒上的反應 我們什麼事情 都一定要團結為大局 我們什麼事情 都是要打敗民進黨 那個貪賬妄法 我們所有的事情 都是要促成我們今天 我們今天中華民國的強盛 繁榮安定 好不好 各位的力量都很大 各位的力量都很大 尤其回家 跟我們的年輕小朋友講一下 台灣現在被民進黨 遭他成這麼糟糕 再讓他執政 台灣沒有希望 他連中天電視台都敢關 他連電視媒體都敢關 你要到全世界 講一個民主國家 沒有人敢關電視台的 對不對 他這個事情他都敢做 網軍都成立起來 那我跟各位講 他就是要什麼 控制大家的言論 然後最近還有一些里長 因為去大陸結果被傳訊 要什麼反滲透法 國安法來辦他 那個告訴各位 辦不成的 但是他要嚇大家 這個天天嚇我們老百姓的人 就是壞蛋 壞蛋就要讓他落選 好不好 好 壞蛋要落選 壞蛋就是要落選嘛 我們有好人跟壞蛋 壞蛋就是要讓他落選 好人就是要讓他當選 對不對 等我韓國瑜來的時候 我相信大家一定很熱情 快到了 大家要鼓勵他 多吃點東西 不要再瘦了 真的 到立法院 有的時候 還是要有一點力氣 你知道嗎 這個我過去在立法院 過去那個時候 我做立法委員 我的體重比現在重10公斤 在立法院啊 我為什麼那麼重 你知道我看起來像個大熊 因為我在立法院 民進黨從來不敢跟我打架 我從來 他從來不敢跟我打架 你看啊 在立法院只有我去追民進黨的 沒有民進黨來追我的 為什麼 這身體一定要強壯 立法院那個地方 是講理的地方 沒錯 但是碰到不講理的人 我們就要用硬的方法 對他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真的 韓國瑜鼓勵他 多吃一點 他太辛苦了 然後 我也跟各位說 我們現在都有分工 都有責任 我一場一場要跑 所以我也不一定等到韓國瑜來 我講完話之後 我就跑下一場 那韓國瑜就可以接棒 我們一棒接一棒 在全台灣一直接下去 接到我們 對 棒棒是強棒 給國瑜鼓勵一下好不好 真的棒棒是強棒 我告訴各位 這個棒棒是強棒 但是我們一定要打全力打 都強棒我就打全力打 所以他們在講說 哎呀我們現在可能跟民進黨習次差不多 我告訴各位 要有一個信心跟勇氣 我們這一次要在立法院過半 總統要當選好不好 好 大家一起努力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的帥哥縣長 謝謝 我就去趕下一場了 接下來韓國瑜馬上就到了 謝謝 是是 好 謝謝縣長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對糖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天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特菲爾時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請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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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追 請按讚 訂閱